這樣請各位自己加一下 加一層的圖有沒有 圖的話就是page1 你把它拖拉過來按個enter 然後回導覽圖應該ok吧 把圖放進來對不對 然後底下就做一個連結 有沒有連結連結到哪裏連結到home 這個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連結在底下 ok 然後加個圖 好那其實做一個導覽圖就可以了 底下可以複製貼上 貼上 貼上就可以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當然你可以回導覽圖 那回導覽圖部分的話就是直接 這個地方點擊它之後有沒有就可以回導覽圖回來了 回來了 這個地方可以回去 這個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沒有問題啊 所以可能招式溫泉在設計的時候看起來不太一樣 可是秀的時候就沒有 所以這沒有問題了ok 好那另外呢 最後要做出這個導覽 有沒有這個應該還記得怎麼做吧 還有這個List view 最後做出來 另外請各位 也把上面做一個什麼呢 這個 貝殼 貝殼還記得怎麼做嗎 好那你要藍色的也好啦 黃色的也好 還記得怎麼做吧 貝殼的話我們簡單 忘了嗎 好 我再重點提示一下 1選取它 2怎麼樣呢 移到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喔 好那如果這些做完之後有沒有 加上去之後我要做個back 非常的簡單 1選取 特別注意喔 選取整個頁面 那整個頁面怎麼選取呢 你一定要優標放在外面框框 出現紅色的線條 有沒有 再把它點擊 這樣表示整個選取喔 好你不要隨便亂點 做出來一定會有錯誤 1把他點 點選紅色的框框 2的話呢 本來是接著一樣 切到標籤 檢視器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找不到 就找不到這個地方 標籤檢視器 1把這個選取 2 3的話找 JQuery Mobile 找這個 JQuery Mobile 你會發現這個很重要 FoneGap的技術 就是 Junweaver用的FoneGap技術 是用 這個叫JQuery Mobile 來的 然後找到這邊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展開來 第1個就是 第1個叫什麼 add 這個 Data add 有沒有add back btn 就button 然後把它改為什麼 改為True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基本上 流程是這樣 1 2 3 3是什麼 JQuery Mobile 4的話找 這個 然後True 然後文字的話在這裡 下方 然後它的什麼呢 SingMing是它的佈景主題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True的話呢 它就會有一個按鈕 那上面的字的部分我如果要改成 就是 回首頁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 打上那個 中文字 它預設是back 那如果說你要 變成中文的話你就是 回 打錯了 打在這邊 這個 JQuery Mobile 這個要再 他把它蓋掉了 OK 有不要放這邊 然後 回 沒那麼恐怖吧 垂上葉 OK 好 那Enter一下 然後 SingMing的話 看要什麼顏色 黑 藍 銀 灰 黃 是五個顏色而已啦 就A到E而已 黑 藍 銀 灰 黃 記起來嗎 那我們要什麼顏色 藍色的好了 OK 所以True 回上頁 B B OK 把它Safe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把它在瀏覽器中 再 就預覽一下 那 綠島機場 有沒有看到 回上頁 而且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 這個 這個 藍色的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做出來 實際上就是 就是這裡 JKMobile True 回上頁 B 他的標籤就這些 喔 標籤就這些 那 當然我講過啦 這個SingMing的背景顏色 之前是黃色的 就是E嘛 所以 B的話是藍色 那你黑色的話就A 黑 藍 銀 灰 黃 那這個部分實際上書上也有 或者是說 我在那個我的 補充資料裡面也有 我剛剛已經把它放上去 就是說如果各位要看一些相關的參考 最好去買書啦 如果 各位最近 可能因為學費蠻貴的 所以 那這邊我有個上課簡報 你如果要參考的話可以看一下這個是第3章裡面的資料 第3章裡面資料 那這裡面的話就有 這是第3章 資料那裡面的話就會有相關的 像我剛剛講那個 黑 有沒有 頁面切換啦 然後 等等的這邊都有相關的說明 然後 這邊有 在3-3這邊 布景主題有沒有 黑 ABCDE有沒有 黑藍銀輝黃 這邊有 然後貝殼的屬性這邊也有 不過書上面的他他實際上就是只是給你一個 英文的這個標籤 他沒有秀那個旁邊的那個標籤怎麼去設定的方式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 還有 相關的這個補充資料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都有 OK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就是裡面的 回上頁該怎麼做 另外 圖自己加上去 還有回導覽列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怎麼做出 上個禮拜做的 就是 這個效果 這個ListServeView做出來對不對 然後還有上面導覽列 上面有這個導覽列 然後這回上頁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到 到 到